近年来健康饮食的观念被广泛提倡 在现代人忙碌的生活中 想要吃得健康又营养并不容易 因此健康餐盒便成为了许多人外食的新选择 基本上还是上班族生活在这个区块的民众 没有什么特别局限在某一个客区 餐客蛮多的 每天要自己备餐其实是很麻烦的 很多像服务业的他们工作时数也比较差 我现在客人主要集中都是 大概25到45岁之间 90%是女生 市面上常见的健康餐盒多以原型食物为主 并尽量使用当季蔬菜 有的业者甚至会使用特别的烹调手法 减少食物在烹调过程中所造成的营养流失 原型食物就是你一看就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比如说你一看就知道它是花椰菜 它是萝卜 或者是它是什么菜 它是甜椒 它是玉米笋 它是肉 在选择食材上第一个就是会选择比较当季的 像最近4月份秋葵已经开始出来了 我们就会用秋葵 那有些是蔬菜台湾是全年都有的 那那些我们就会一直在使用 主要的肉品都会输肥过 输肥就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烹调方式这样子 它可以让这个肉保持比较高的营养价值 因为水煮会拖坏掉太多的蛋白质营养价值 苏菲是低温 它所有的低温并不是指很低的温度 是指大概维持在60度上下 它这个温度是会慢慢的让它的蛋白质 转换成熟的蛋白质 这个过程中肉的营养价值保留的比较多 由于健康餐盒方便且快速的特性 许多业者也选择加入外送平台 使得忙碌又想要健康饮食的民众得以满足需求 有一些消费者他是真的没有办法出门 像刚生完小孩的妈妈 比较没办法出门去买东西的时候 他们其实蛮依赖这个外送平台 还有像是柜姐 一些店员 他可能真的没有办法离开 所以外送平台是必须得去服务这样子的客区 他们卖的是时间 就是你今天没有这个时间来备料 你想吃得健康一点 你想吃原型食物 但你前一天晚上下班 你没有时间自己切菜 你没有时间自己做便当 那你势必花时间去跟人家买 健康餐盒虽然方便又营养 但人们对健康饮食的追求不该只是一时 持之以恒才能真正拥抱健康生活 中正一报 徐若珍 吴采玲 嘉义市报导